军迷圈最近人生鼎沸 史诗战争篇《西线无战士》上映了 它改自德国一位老兵写的同名小说 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 援助还原了欠毫恶劣的生存环境 喷火、毒气和白刃战这些战术 无辜反映出一战的残酷、堪比地狱 这算一部反省深刻的反战小说了 而让人倍感疑惑无法理解的是 西线无战士竟然是德国人写的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 明明整天宣传侵略复仇的是德国 明明整天叫苦厌战的是人家法国 但这么深刻的反战小说居然来自德国 德国这国家也是够奇怪够矛盾的 像拖起现代文明的那些大思想家 哥德、尼采、马克思、康德 有相当一大批也是来自德国吧 但毁掉现代文明的也是德国人 像魔头希特勒、邪恶皇帝威莱二世 咱先不论条顿人为啥这么分裂 好话坏话都让他们给说完了 咱就单讲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明明法德两家遭受的损失差不多 明明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更深刻一些 但为啥在战后厌战的是法国人 而鼓吹二战煽动复仇的却是德国人 有人可能会说 高卢基没有条顿人团结 法军只会投降 没有德军的意志和血性 咱这当梗玩玩就好 有时候我也这么调侃 但肯定不是真相 法国有辉煌的征服势 当年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 德国还是一盘散沙 狗在法国回家当小弟 普法战争采败后的法国 复仇旗帜 法国人将被夺走的阿尔萨斯洛林 称作失落的省份 不仅要德国还回来 还得付出血的代价 可以说法国当年的血性和意志 不比德国差到哪 没有网传的那么爱投降 可能也会有人认为 法国虽然损失大 但至少赢了 而德国输了 面子上挂不住 拉倒吧 赢了也是憋一肚子火 法国的遭遇跟先前的日本差不多 二十世纪初 日本打赢了沙俄 就指望战后数钱了 结果英美从中作梗 怕日本太过强大 一半的领土赔偿 还免了俄国大部分的现金赔偿 气得日本人举国抗议 整整闹了一年多 法国也是这样 一战后英美派压不住法国 在法尔萨斯会议 复决了大部分的法国要求 给法国总理克里蒙索 气得扶着抢走 后来又是给德国贷款 又是给德国军备放水 还不断的推迟德国还款 只要隔在日本人身上 不得闹个人仰马翻 占领柏林才把手 那法国人战后为啥厌战 德国人为啥好战 山洞二战呢 咱不妨想个问题 那些高喊战争的 他们究竟是谁 是普通的一线士兵吗 不可能 从没听哪个老兵说 战场是天堂 当然老阴谋家希特勒是个例外 山洞开战的那些人 往往是坐在办公室 没经历过风吹日晒 没上过战场的看客 他们不知道地域长什么样子 法国总计有 71万2000座建筑物被毁 2万座工业园区化为汇进 250万公顷的农田 和2000座桥梁被毁 6万2000公里马路 5000公里铁路损毁 这数字对于40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 是毁灭级的 几乎整个东部领土被摧毁 上千万的平民清理战争 向西逃难 与之相比 虽然德国遭受的伤亡更大一些 约200万人死亡 另外还有70万的平民 而法国170万人阵亡 有60万的平民 猛一看 两者伤亡大差不差 但咱要知道 法国一共才3900万人口 而德国已经达到了6780万人口 平均每100个德国人 有3到4个死于战争 而法国6个 相差仅仅两倍 也就是说 法国居民的伤亡比例更大 一直到1918年3月到6月的最后攻势 德军主力仍在试图 荡平比利时和法国 刺破学国的防线直到巴黎 直到马蒂亚斯率领代表团 向英法投降时 德军仍在法国境内作战 甚至保有一定攻势 也就是说 整个西线战场 大多数远离德国本土 绝大部分战斗 发生在法国比利时境内 所以法国本土受到的破坏 大过德国 法国人民对战争的残酷认识 也胜过德国 这认知差异 让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重建路线 首先是法国 他们因为想避开战争 所以努力恢复和平时代的经济模式 当时的工业重建部部长卢希尔 他敦促政府减少对自由市场的干预 也解除了战时禁令 战时税收等限制 尽管后来德国不断推迟赔款给法国 但自由且充满竞争的市场活力 很快让法国的GDP 以平均每年9.5%的高速增长 但结果就是法国人更依赖和平了 和平时代 不需要太多的军事订单 这让农业 纺织业 建筑业等快速发展 而航天业军工方面则归宿向前爬 如此发展 这经济结构不利于快速转向战事经济 而且法国在战前人口大大少于德国 总动员之后 平均一名法军对抗两名德军 而双方的总阵亡人数却是相差不是很大 这导致法国青年人口的比例损失相当严重 可谓是整整打垮了一代人 恢复人口需要很久 他们连重建都明显劳动力不足 何况打仗呢 所以法国人就越来越厌战 而德国恰恰相反 虽然搞了个共和体的魏马政府 但是国内左翼右翼分裂过于严重 因为当时德国有一半的家庭受到战争波及 又有一半没有受到波及 没受到波及的人 根本认识不到战争的残酷性 很容易就被荣克贵族们编的那些谎言给骗了 说什么德国战败怪犹太波尔什维克倒的鬼 还说德国人恶肚子是因为英国的海上封锁 当时很多社会名流都被忽悠了 甚至包括诺奖的获得者托马斯曼 他们都反对魏马 并暗中汇聚又一势力 这股力量助长了军国主义的暗中发展 最典型的就是自由军团 作为反魏马政府的中间力量 它竟然有50万成员 另外还有150万人兼职自由军团 比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正规军都要多 它被形容为战壕中的孩子 由战争中产生 到处散播战争言论 打击和平主义者 这些力量无形中推动德国秘密武装重建 德国总理赫尔曼穆勒 甚至在一战刚结束 就签署秘密重新武装的法律 资助大量准军事组织 就像自由军团 还借助航向金俱乐部航空运输 这些民营行业 秘密发展空中力量 可以说德国的军备扩张 不管是先前的魏马 还是后来的纳粹 从战后重建的一开始 就在不停的进行 注定德国在未来几十年还要发动二战 所以别惊讶西线无战时是德国人所写 这部小说的反省和反战思想 只代表了作者 也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德意之人 因为西线战场集中了法国奔徒 德国人对战争的残酷认识不如法国人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才会向往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更好战 法国更厌证 这里是前天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